大家好 我是魚蛋 我是發志遠 為何解救這裏這麼多果皮 因為這裏就是江門很出名的陳皮村 一連兩集 帶你來到江門體驗一下兩日一夜的溫泉之旅 除了會試慈名的陳皮燒鵝 陳皮煙之外 陳皮雪糕等等 之後呢 還會到了台山試試他們當地的黃鮮飯 當然 還會介紹這次平靚正的溫泉旅館給大家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最傳的資訊 記得按訂閱鍵 好 我們馬上出飯 很簡單地介紹一下江門的地理 江門主要劃分了三區四市 分別是三個市核區 馮江區 江海區 和新匯區 而四個縣級市就有台山市 開平市 學山市 和殷平市 近年江門的旅遊業發展迅速 除了本身被譽為中國溫泉之鄉 它都受到內地熱播劇集狂飆的大動 旅遊的景點既然散落在不同的市區 我們兩日一夜就只會主力介紹新匯區 和體驗下唐山的溫泉和美食 交通方面我們選擇了包車 在港珠澳大橋往返 七人車兩日費用在1200元人民幣 便宜貴我們就不知了 不過我們覺得這個價錢都可以接受的 其他的出行方案可以在深圳高鐵坐到去新匯站 再打車 或者在珠海拱筆坐長途客運大巴去新匯 第一站來到新匯區的陳皮村 當你見到遍地陳皮的景象 你就知沒有來錯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一車又一車 一路又一路的陳皮在這裡生光 哎呦 人至於其中深呼吸 彷彿空氣都是陳皮味呀 如果大家想入手的陳皮 千萬不要心急呀 村裡面還有很多呀 哈?多成點? 堆積如山原諾是這樣的 這裡的陳皮製品 已經達到了走火入魔的階段呀 你想得出 還有想不到的製品這裡都有 什麼陳皮茶 陳皮花生 陳皮甘草 陳皮瓜子 還有 陳皮月餅 陳皮咖啡 陳皮酸奶 陳皮百香果等等 還有很多很多呀 有興趣試一下的話 很簡單的 看完這條影片 按個讚好再分享給你家人朋友 就出發的啦 Ding 走到疲倦地 就在這裡享受午餐 這裡有間幾有名氣的行憶燒 一到飯店就座無虛席啦 看看這裡有什麼吃 每台必點的 是這道陳皮燒鵝 叫了半隻價錢都不貴 可惜看真點 鵝皮上面還有一些黑色的毛黏著的 對我們來說 真的有些影響吃肉的呀 後來司機 就解釋給我們聽 原來 燒鴨普遍的毛是白色的 餐廳就留下黑色的毛 證明他們用的是真正燒鵝 好啦 事實吃下去有幾脾脆肉嫩的 不過比想像中 陳皮的味比較淡 感覺跟香港吃到的差別 也不太大 接著的味道 陳皮老薑焗鉗魚 在桌上擠長烹調 保證時間剛剛好 可以吃到最鮮嫩的口感 加上滿滿的一大盤 誰想到這盤 只是68元 真是大推呀 10分鐘開蓋 陳皮的香撲鼻而來 老薑墊底 魚肉一點腥味都沒有 大大夠肉 沒有骨這樣吃 好過癮呀 下一道是辛梅陳皮骨 排骨經過油炸 本身已經夠香口 表面還要加入陳皮粉 帶來甘甜味 阿錢58元 值得一試呀 接著叫了炒鵝腸 好爽口好好吃呀 蚵紅口感幾彈口呀 喜歡吃鴨血的朋友相信都會滿意的 招牌菜之一 還有這碟陳皮番茄呀 酸甜酸甜 飯前吃真是零射開胃 吃到幾飽 都記得再煮滿 陳皮紅豆沙 還有綠豆沙 豆已經煮到爛了 較為稀辛 但重點那時候陳皮味真的很出 重點 還要只是3元一碗 留了沒吃到 就真的會哭三聲呀 出回來再做一支陳皮雪糕才叫完美 推薦大家去大門口右手邊的建廠商行 比起其他檔口的 就這樣在面上拾些陳皮粉 這間在雪糕製作過程中 已經加入陳皮 令到雪糕本身已經大微微茶色 每一口都有清新的陳皮味呀 陳皮村走出來 對面有個好大的士多啤梨丸 雖然我們到訪的時候 草莓都未生成 但現在相信已經開放可以被人摘的了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安排一下啦 陳皮村右手邊的那條馬路就見到茶坑村 陳皮村右手邊的那條馬路就見到茶坑村 是2015年想綁列為中國十大最美鄉村之一 它素來就是新匯金和新匯陳皮的核心產區 所以是新匯很重要的文化和經濟秘密來的 沿途會見到不少金皮的製作過程 大家有時間不妨停下腳步 細心了解一下 熱情的工人還會遞上金肉給你試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到訪這裡 其實還有另一個目的 就是參觀一下梁啟超的故居 入場是免費的 只需要在微信預約就可以了 短短介紹一下梁啟超 他是清末維生變法的領袖之一 新文化運動的驅動者 是民初時期有著重大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 在這裡可以看到他生前居住和辦學的環境 以及他的介紹 參觀完之後我們就馬不停提到台山那邊的溫泉旅館 其實新會和台山溫泉一點都不接近 車程也要大約一個多小時 所以來到這裡已經入黑了 就來到這間台山柴火黃鮮飯吃個晚餐 打頭鎮主角當然是這碗黃鮮飯 整個鍋這樣上 夠了風味 一來到已經香到不得了了 炒炒底 還看到有些飯焦 此時此刻 大家都已經按耐不住了 哇 大家看到個黃鮮夠了肥美 不會說切得很碎 整大片又夠厚身 米飯粒粒都分明 真的停不住了 科普一下 黃鮮有著補氣補血 湖乾明目 補露等等的功效 來到台山 肯定要多吃兩碗 然後上一碗紅蔥頭蒸走地雞 好大一碟 火喉掌握得剛剛好 雞肉還是好嫩 接著這味道特別少 是臘尾蒸金蒼魚 魚是鮮曬乾 之後加入臘尾進去蒸 肉質會緊緻很多 就好像在吃一條 不是那麼鹹的鹹魚 但是就滲透著很濃的臘腿味 對我們來說是很新奇的味道 我們來的時間是吃蟹的季節 就叫了兩隻高鞋試一下 高是幾多又大隻的 不過價錢就比預期貴 這裏就不建議大家去吃了 之後就想到不知道什麼野菜湯 我們就吃不慣這種菜 不過湯應該有落魚進去炒的 都幾清甜 店家還送了幾個類似白糖 高口感的糕點給我們試一下 總括來說這餐都滿意的 最後我們就回來溫泉民宿拍個wom tour 這間是三至四人的房間 有個開放式廚房 麻雀桌和餐桌 空間感都幾大 客廳有個很大的梳化 電視配有KTV設備 有兩間房 都放著雙人廠 基本設備都已經有了 衛生程度也都很理想 廁所乾淨 麗麗 空間也都很大 走出來有個私人大溫泉池 容納到三四人都沒問題 看到溫泉缸都幾乾淨 不過呢地下這間就沒什麼view了 好了再上一層 我們又預約了一間雙人房 入到去原來是三房單位 Share 廳 每間房有獨立廁所的設計 我們就好幸運沒有其他人預約 變相兩個人 霸佔了一千多呎的單位 一樣是巨型客廳 有開放式廚房 巨型的餐桌 再看看房間的環境 看到擺著兩張三邊落地的雙人床 還有桌子和空氣天生機 門口位還有個大衣櫃 獨立廁所一樣空間那麼十足 海浣櫃 也都有小小智能設備 包括是輕觸式暴溫度 還有打燈模式 方便女仔化妝 哈哈哈哈哈 露台走出來有兩個的私人溫泉池 有個是大SPA的功能 另一個是跟樓下一樣的大池 不過景觀就開揚得多了 日後看出去 整個人都放鬆了 影體來說 性價比真是很高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感受一下 下集來到上年 網紅超火的33區狂飆拍攝地 有來到第一間喜茶的法績店 試一下這間分店獨有的產品 江門也有四面佛在山上 大家又知不知呢 當然不會錯過美食 居然來到江門要試一下東北菜 肉脂後市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一定要按著訂閱鍵才不會錯過這麼精彩的內容 我們下條片再見 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 SHARE和訂閱 BYEBYE 歡迎請訂閱 按讚 可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